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帅大仔又来了 大仔每天都有识不完的卷 当然了 干饭是大仔最开心的事情 每天跟你跟我爱就是为了空口吃肉 欢欢的表现就非常的淡定 要喊他好几遍才下来吃饭 大仔对吃饭的流程那是了然于凶 静静的等着上菜 欢欢饭前还要撒个娇 菜菜来了 肉肉和大仔都是大仔的最爱 不过咱大仔不挑食呀 即使没菜咱也吃得香 欢欢照例要先警告一下尾巴再开始吃饭 这已经成了饭前的一个仪式了 要不吃饭都不香 大仔的吃饭速度那是没得说呀 那可是从小练出来的 从来都不用嚼 对啊 直接咽到肚子里了 我都怀疑啊 他长的牙是干啥用的 你看 已经通完了 欢欢啊 你长点心吧 赶快吃吧 每次看欢欢吃饭了 我都急得慌 仔仔已经吃完了 这位美女还在转圈圈呢 哎 着急 警告了仔仔啊 不要抢欢欢的饭 哇 要离开一会儿 不知这家伙听懂了没 我再次回来的时候啊 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 哎 大仔都不知道是啥是跳下来抢欢欢的饭的 欢欢的碗里啊 只剩下几粒豆子了 哎 真是不省心啊 大仔啊 大仔啊 你是能藏一口是一口呀 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真是欠揍了 可怜的花花 到底啥是偷吃的 还有什么 欢欢和仔仔欢迎评论转发加关注